欢迎回到新闻一周 国内五大时装品牌计划在六月 参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最大型的时装展销会 也就是一城秀 渴望提高国内时装在国际界的人口 在九十年代中旬 国内一群年轻人使用了衬衫 帽子 裤子等 作为创业的媒体为国内经济带来效益 伊尼经济创业机构以街头服饰为主题 首批支持了国内五大品牌参与 即将于六月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举办的最大型时装展销会一城秀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带他们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是要联合商业 联合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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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会发展到他们的长期 所以我们不算是B2C 而是B2B 时装秀是创业经济的重要因素 根据创业经济统计 在2016年时装行业收入是166兆吨 占了国内创业经济总产额的18.01% 在2015年 伊尼时装出口金额是109亿美元 和2014年相比 上涨了1.84% 提供了54.54%的贡献 一共有121个品牌前来报名 最终挑选了五大品牌 以设计概念 媒体更新 至少三年从事时装行业 和在国际市场发展为标准 筛选出 除了伊尼,伊成秀将会有五十多个国家和超过一万人参与 除了能销售 富有印尼文化的产品 也对参与者形成挑战 如果今年的活动圆满举办 希望明年还能继续参与 让印尼产品被国际市场认可 和提高国内的经济收入 美都新闻 李淑珍 穆迪亚哈瓦 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巴黎岛 第四十届巴黎岛艺术嘉年华 于6月24日在巴黎岛举行 由巴黎岛九个县区代表参与 也吸引了印尼国内各地和国外的艺术特使 前来参加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目睹巴黎岛艺术嘉年华 巴黎岛艺术嘉年华 以文化艺术游行拉开序幕 由佐科威总统主持开幕仪式 佐科威总统和夫人一同享受 艺术使者们带来的各种表演 除了来自巴黎岛的艺术使者以外 来自东努沙省西努沙省和巴布亚省的 艺术代表也纷纷献上精彩的表演 不仅如此 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使者 也参与了此次的艺术盛会 精彩绝伦的表演 让一些在巴黎岛旅游的外国游客打开眼界 据当地人表示 年轻人在巴黎岛艺术嘉年华的参与 实在是每年越来越多 巴黎岛艺术嘉年华每天从上午当地时间十点到晚间八点 在登巴沙艺术中心举行 并且将在七月二十一号和观众告别 接下来说到美食 雅加达南区一家餐厅提供了素食汉堡 以及各种以蔬菜为主的美食以及饮料 鼓励人们开始使用健康饮食习惯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所以这家素食人种的健康生活方式 就包括素食的享受就趋势地出现 雅加达各种餐厅也就不断地出现 提供了健康的菜肴 就像这家餐厅提供了素食的汉堡 这些汉堡的配料都使用了植物成分 包括红豆,蘑菇,燕麦和菠菜 这些成分也是替代了肉类的主要成分 素食汉堡不仅口感鲜美 还为人体提供了各种健康的益处 这里最受欢迎的汉堡之一 就是名为mini guardo的汉堡 提供了四种不同馅料的汉堡包 包括有菠菜,豆类和奶酪 以及蘑菇和红豆的汉堡 虽然不包含任何肉类的制品 但是这里的汉堡仍然值得享受 而且还加上这个有小麦製成的面包 绝对更加健康了 这里汉堡的价格从四万至九万亿吨不等 此外,这里还提供了健康的饮料 包括有菠菜,水果以及其他混合成分的饮料 也是值得顾客享用的健康 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种 прод即可演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